然后很特别的来看到是台北市首创了虚拟实境 可以骑U-Bike或是飞行悠游十大台北景点 透过了3D建物模型让人可以身丽其境的游骗台北的大街小巷 而这种数学模式技术呢也是台北市府资讯局研发的城市相当的好玩 民众骑着U-Bike穿梭在台北市的大街小巷 可以去到新天宫看一下街景 可以到士林夜市附近逛一逛 还可以到新商区的巷弄之间绕一绕 民众还可以飞上天 透过了微软的体感侦测装置 还有Google Earth 还有市府的3D建物模型 一路的从总统府飞飞飞飞到阳明山 再飞到台北101 甚至于是台一牛奶大王到处都可以去 这是台北市政府全国首创的数学模式技术 他用电脑虚拟实境的设计 介绍了台北市十大景点 点子新又好玩超炫 我们希望呢 我们的地图呢不是光平面的 能够呢变成呢一个立体化 而且呢跟我们的实际的场景呢是一致的 看起来是比较一致的 最重要的台北市阶级影像 比对辨识98%的顶楼的影像 还有它的巨量资料管理 它的成本不到传统做法的1% 用非常便宜的方式 就可以完成台北市三维度的 数位城市发展咨询化 进入整体的视觉效果的新时代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